两人打打闹闹半天,终于都累了,魏无羡突然想起来,如果没记错的话,现在蓝忘机的船底下有几只水鬼,魏无羡闭其眼感应了一下,有一种淡淡的鬼气,又看了一眼蓝忘机的船,吃水不对,魏无羡嘴张了一下,却又闭住了,他蓝忘机现在怎样都与我无关了,反正几个水鬼他又不是应付不过来。 魏无羡心里是这样想的,但还是张了嘴蓝二公子,小心你船下。看来,对蓝忘机的情感还是放不下啊。蓝忘机闻言,轻跳到了蓝溪尘的船上,壁尘出窍,蓝光一闪,船身从中间断开,几个水鬼浮在水面上。魏公子怎么看出来,忘机的船下有水鬼的?蓝溪尘问,吃水不对。 魏无羡口气微冷。现在除了江叔叔他们,魏无羡对谁都是这种口气。蓝溪尘也见怪不怪了。魏公子好生聪明。蓝大公子妙赞了。魏无羡将江城紧紧拉住。 水行渊,要来了。江城疑惑地看了一下魏无羡。在水行渊出现的前三秒,魏无羡说了一句小心。然后四周出现了许多水窝,水窝越来越大。江船身一下子搅得粉碎。 除了忘机,蓝溪尘,江城,魏无羡和几个弟子及时遇见。其他人冷不防跌入水里。紧接着,从水里冒出一个个水柱,直袭魏无羡等人。魏公子,江公子,你们先救人。 我和忘机去挡住水行渊。蓝溪尘吩咐。魏无羡看着水行渊,对于他来说,这种邪碎一招就可以解决了。 魏无羡,你还愣着干神。快救人。江城看魏无羡还在发呆,不免有些生气。 知道了。魏无羡冲下去,一手捞起一个,看着手里的苏舍,冷冷笑了一下,先让你多活一些时日。 苏舍看见这笑容,不由哆嗦了一下。魏无羡,手给我。江城欲着剑,将手伸给魏无羡。 魏无羡笑了笑,将手搭在江城手上。那些救起的人也照出自己的剑去攻击水行渊。魏无羡没有用全部灵力去攻击,只用了和原来一样的灵力。 突然,意外发生了。不知道水行渊咋回事,剧起所有力量,击向蓝望鸡。蓝望鸡不防,被击到水里。 魏无羡看到了血,蓝望鸡的血。水行渊本就强大,击穿一个人的身体很容易。 蓝战。魏无羡心里狠狠一抽,纵身跳进水里。 蓝望鸡。魏公子。魏无羡。魏无羡游进水里,看见半昏迷的蓝望鸡,又看了看蓝望鸡左肩还冒着血的伤口,很是心疼。 将蓝望鸡揽进怀里,为了防止蓝望鸡被水枪到,轻轻吻上了蓝望鸡。蓝望鸡,这算是我回报你前世救过我的恩吧。 蓝望鸡最后完全昏迷前,感觉唇瓣上贴了一个的东西,很软,很舒服。魏无羡拖着蓝望鸡游了上来,将蓝望鸡接给蓝溪沉。 看着水行渊的眼神像地狱里的修罗般让人不由自主地恐惧。周围的气压一下子降低了许多,手里聚起了一股灵力,挥向水行渊挥出去的那一刻,空间都像快被撕裂了。 当然,水行渊是抵挡不了这种强大的力量的,所以,就玩玩咯。 好强大的灵力,仅用一招就灭了水行渊,这可是水行渊啊。 魏无羡刚才,其实用了一成不道的灵力,若全使出来,恐怕方圆百里都会夷为平地,甚至更多。 魏无羡,你,没事吧?江城被魏无羡强大的灵力吓到了。 没事,回去吧。 魏无羡吸了一口气,回到莲花雾后,魏无羡就躺尸在床上。 江燕梨特意熬了莲藕排骨汤魏无羡都没喝。 魏无羡,你怎么回事? 不就狼望鸡受伤了吗?你至于这样吗? 江城,你不懂,不懂爱一个人的感情,明明恨死他了,却见不得他受伤,他痛,哼。 那你继续躺尸吧。 江城摔门而去。 旺鸡,蓝旺鸡,蓝湛,哦。 蓝二哥,天子笑,分你一谈,当作没看见我行不行,蓝湛,我想一辈子一起和你叶烈。 蓝旺鸡,为什么要杀我呀,魏英? 蓝旺鸡从床上惊起,流了一身冷汗,看了看窗外,天还黑着,柔和的月光洒满院子。 像往常一样的夜晚,却少了一个人,一个最重要的人。 魏英,蓝旺鸡喃喃自语,琉璃色的眼镜全是悲伤,但更多的是愧疚。 魏无羡,起床了?你想睡成猪吗?赶快起来,有事。 这一天,历生历弃的,除了江城,还有谁?知道了。 魏无羡揉了柔朦胧的睡眼,什么事儿还让我与我过去? 我先过去了。你快点啊。 魏无羡洗漱好就立马赶去了。 魏无羡今天倒没穿女装,一张白白净净的脸,六分女色,四分男色,好似神迪。 额尖的彼岸花给魏无羡整个人增添了一丝邪魅,而不是妖艳了。 魏无羡来到大厅堂里,让人不禁看愣神。 江城就迷茫了,这魏无羡咋过了一夜就变好看三分。 江艳离也是,昨天化妆前都没这般好看。 原因就是魏无羡随着力量的恢复,面貌也会随之渐渐变回冷优业的面貌。 江叔叔,于夫人,师姐,魏无羡打了声招呼。 发现蓝启仁,蓝西辰,金光扇,还有几位宗主都在,除了温室的人。 今天是什么节日吗? 记忆里似乎没有。 难不成开啥会议? 阿县来了,坐吧。 江峰眠丝毫不介意魏无羡赖床的毛病,但与紫渊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 多大的人了,还不知道早起。 阿娘,阿县昨天应该是太累了吧。 江艳离莲维护魏无羡。 嗨嗨,接下来聊正事吧。 蓝启仁插话了。 魏英,听说你昨日一招灭了水行渊。 是,你的灵力怎么提高了这么多? 蓝启仁的语气像是在质问。 落水那日昏迷后,就成这样了。 魏无羡这撒谎都不带脸红的。 怕不是如此,而是魏公子你不想分享如何修炼的方法。 金光扇开口了。 魏无羡想起金光扇上上市,想让自己交出鹰虎福,据为己有的贪心。 心里一阵厌恶。 爱信不信,不信拉倒。 你,你就是自私自利,怕别人超过你罢了。 金宗主,难道你想学? 但是,学的话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 魏无羡是笑者说的,但却让金光扇一阵恶寒。 抱歉,江叔叔,诸位,不是我不说,而是这灵力,就是这样来的。 既然魏公子不说,我们也不必强求,都走吧。 金光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魏无羡自私,不愿分享。 魏公子,不管怎么说,还是谢谢你救了旺季。 蓝西辰道。 蓝大公子不必客气,不知蓝二公子如何了。 魏无羡还是问出了他最想问出的话。 左肩被穿透,不过好在鞋已经止住,没有大碍了。 但是由于湿血过多,还在昏迷罢了,应该不久就醒了。 那就好,魏无羡心里的大石头放下了。 尽管这只是虚拟世界,但魏无羡还是免不了担心。 几天后,蓝忘机醒了过来,想起来自己昏迷前唇半上的感觉,不禁摸了摸唇。 会是谁呢?